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可敏上任以后 就主张务实工作杜绝铺张浪费 他今天就宣布 从几日起地政部将对新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 确保所有工程符合条件并可以落实 他也承认前朝确实推行了许多百项计划 但既然工坛已经花了 当今政府就会尝试的挽救这些百项计划 地方政府部的新政策就是 所有新工程都一定要符合四项条件 第一 必须要进行可行性研究 第二 必须要确保它是最佳优惠的价格 第三 它必须要带来投资回酬 那么第四 它必须符合这个诚信的标准 所以这四大条件必须符合 我们才会批准拨款 让他们去推行新的工程和计划 尼可敏今天在皮利宜保卫 全国地方政府峰会主持闭幕仪式后指出 地政部目前专注提升现有工程 目标是至少每个月都宣布提升一座巴沙的设施 目前正提升巴沙的城市就包括 宜保 槟城大山脚 霹雳太平 以及吉打弗洛交椅 政府将会在全国各地分阶段翻新所有巴沙 确保它不只是人民日常的消费地点 也能够发展成为人文旅游景点